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顺元闪婚 由于背景以及身家的悬殊 加上工作关系至少离多 故一直不被看好 高顺元自从2017年公开现身周讯的生日派对后 三年来一直未见合体露面 于是媒体开始传两个人性格不合 甚至有分居以及离婚的消息爆出 分讯传闻满天飞 两个人只曾经透露过工作序 否认过一次 其后在传出已经正式的办离婚手续等消息时 当事人也未有回应 今年未见老公陪在身边的她经常跟好友陈坤以及天后王妃女儿窦镜同相聚 今年1月份周讯被拍到出席了旧爱林亚鹏所举办的派对 与窦镜同玩得十分的开心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如今的周讯岁数不再是年轻 不过对于女人来讲 无论多大的岁数 可能心里都依旧是保持着浪漫的想法 同时也对着有爱情有某种憧憬 周讯也不例外 去年底周讯被问到对婚姻的看法是 她也因为受父母的影响 一直认为婚姻是美好的 虽然仍然相信爱情 但同时缺少安全感 从她的话里可以感觉到对爱情的向往 再联系到之前她与高盛元的闪婚 那样的婚姻呢 估计也不是什么恋爱的结果 周讯是娱乐圈少有的飞客般出身 却成为了大马观以后的女艺人 如果真有人为天生 为舞台人生 周讯绝对算一个 少女时的周讯因为长相灵气 幸运的成为了挂礼女郎 没有想到这成就了她的演员之梦 1991年 导演谢铁丽正在为电影《古墓荒斋》 寻找可以演小狐狸的演员 她在一本挂礼上发现了肩下巴大眼睛的周讯 虽然那回周讯年龄小 但眉眼之间自有一种风情 于是呢 导演立马的就敲定了她 拍完戏之后 周讯就离开了北京回老家读书 后来因为爱情 他又回到了北京 带他来北京的那个男友叫豆鹏 豆鹏是音乐才子 豆伟的弟弟 周讯与豆鹏是彼此的初恋 认识豆鹏之时 周讯才仅仅19岁 当时也没有什么名气 豆鹏的音乐天赋非常的高 他也时常的喜欢弹弹摇滚 由于长相帅气 豆鹏将周讯迷得神魂颠倒 当时周讯只要不在工作 就和他一起搞音乐 生活非常幸福 可是由于工作原因 两个人都比较忙碌 在恋爱九年之后 终于宣告分手 夏洪生是周讯的伯乐 就是他将当时未曾出名的周讯 推举到了李尚红面前 才让这个迷人的小妖精 有了太平公主这个角色 蒋洪生非常爱周讯 两个人的爱情也是迅速升温 不过名气逐渐大了起来的 蒋洪生后来开始吸毒 性格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2010年他跳楼山晚 与周讯之间的感情也是早早结束 周讯和朴树的恋爱并不光彩 因为当时而周讯并没有和蒋洪生分手 两个人因为那时花开相互认识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彼此吸引突然就好上了 有一天蒋洪生和周讯在家看电视 拨到一个颁奖里 镜头切到一个特写给朴树 蒋洪生瞬间惊呆了 因为他发现朴树身上穿着的衣服 是自己给周讯买的 蒋洪生顿时暴怒 直接把周讯轰出了自己的别墅 但无论如何周讯这时候的心思 已经全部到了朴树身上 睡之后他给世人留下的标签 从青春变成了出轨 这种奋不顾身的爱情 并没有让周讯和朴树修成正果 反而两人没有谈多久就分开了 周讯曾经与李亚鹏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 二人因为拍摄舍掉英雄转相识 饰演的是郭靖的李亚鹏 与饰演黄荣的周讯 在桃花岛片场就已经擦出了爱情火花 而李亚鹏的未婚妻 宅影撞破过周讯和李亚鹏在一起的情境 为此大闹偏长 可以说周讯是横刀夺爱 导致李亚鹏与宅影分手 自私的李亚鹏也红了 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 连续两部热剧把他捧成了顶流 而周讯的大名公词 橘子红了也不输南方 二人被夸成是狼才女貌 周讯还说过 他满足了我对男性的所有幻想 就在周讯独自期待他们的婚礼时 李亚鹏突然高调地公开 自己和王妃的恋情 周讯尴尬得要死 自己从别人手里撬来的男朋友 最终又被别人撬走 还是那个叫王妃的女人 斗鹏堂哥斗维的前妻 这几个人什么关系 我们来捋一捋 李亚鹏曾经是斗庆彤的继父 周讯是李亚鹏的前女友 斗庆彤就是周讯的闺蜜 王妃是李亚鹏的前妻 是斗庆彤的生母 而我们真的要说一句 鬼圈真的很乱 这个圈更乱 2003年6月 刘若英介绍了李亚鹏和周讯认识 周讯和李亚鹏的恋情轰动一时 还曾经当众表示 李亚鹏就是一定要嫁的男人 李亚鹏是一个造型师 和周讯以前的男友比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但这个人是周讯 他不讲后门 更不在乎对方的身份 只要有爱就能饮水宝 爱情里的小豆是周讯 又和李亚鹏在一起了 他甚至写了一首歌 叫大吉 只要我们俩在一起 只要每一天在一起 不过二人在相恋五年之后 却逃不过分手的结局 除此之外 他还与黄爵 王硕 宋宁都传出过有一段感情 但这些感情都不长久 有的一两年 有的甚至一两个月 就草草结束了 周讯这么多年来 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恋情 他们中有才华横溢的音乐人 演员和画家 也有名造一时的富家公子 有的男友气质出众 举致优雅 有的男友江湖气十足 持枪吸毒 有的早已经能够平静面对 再见一时朋友 还有的早已天歌一方 甚至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每一段都爱得轰轰烈烈 可惜最后都是无疾而终 让人唏嘘不已 2014年 周讯和美籍华人男友高盛远 在公衣晚会上 向所有人宣布 我们结婚了 高盛远用不流利的中文说道 非常感谢我的妻子 爱让我们在一起 随后高盛远向周讯求婚 周讯则大声地说 我愿意 在众人的祝福之下 他们为彼此带上婚戒 幸福的周公子 还现场演唱了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那一年周讯40岁 情路坎坷的他 终于等来了 自己的情感归宿 站在偌大的舞台上 他穿着洁白的婚纱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而高盛远望着他的眼神 更是充满着无限爱意 目前周讯和高盛远的婚姻 已经长达6年的时间 但是始终没有孩子 甚至前段时间 小到消息在传 周讯和斗金童是CP 他带斗金童回老家过年 陪斗金童剃光头 去音乐节圣场 给斗金童加油 所以不少人怀疑 周讯和高盛远 或许已经离婚了 由于男方名气没有女方大 各自的学历也相差很多 外界一直质疑 婚姻能持续多长时间 细心的粉丝 列举了一些现象 这些现象的叠加 好像这场婚礼 注定会走向中阶 第一点 分手信息飞满天 对于离婚传闻 二人只是在一次公开场合 急于否认 再到是否是正在办理离婚 男女双方之后 都不愿意提起此事 第二 这几年都没有看见过 丈夫高盛远 陪几个妻子周讯 村内好友陈坤 斗金童经常与周讯在一起 2020年初 丽雅彭一家子举办了派对 周讯参加了 并与王菲和窦维的女儿 斗金童玩得很开心 第三 近几年周讯的生日派对 高盛远倒是有参与 但是罕见夫妻二人合体拍照 由此二连离婚的传言 经常被爆出 第四 周讯年岁也越来越大了 但是他依旧是追求 浪漫和爱情的许愿望 显得不确实迹 让周讯缺少了安全感 回顾周讯的过往 发现他的情路十分坎坷 一次又一次的恋情 往往都是无邪而终 可能也正是如此 网友更加期望 周讯与高盛远这段婚姻 别出现七年之样 周讯就像一个 为爱而生的女战士 永远活在爱情一线 不停地战斗 不停输 这样的人 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同时也活得十分地清醒 爱的时候会为对方考虑 但是不爱了 分开也从来没有拖泥带水 如今45岁的周讯 感情生活是一个谜团 在他的世界里 爱情始终是第一位 不过他貌似已经过了 敢爱敢恨的年龄 这两年 他一直将所有的心思 都用在演戏上 他曾经说 希望自己多创造一些 经典的角色 或许走过半生之后 周讯明白了 爱情可遇不可求 不如一切随缘吧 其实人的这一生 最难得的就是 遇到一个懂你 爱你的人 若遇到了请珍惜 若没有遇到 就好好地爱自己 毕竟一生不长 不要亏待自己 六年时间的婚姻 也没有让他们 拥有自己的孩子 与窦金童过多的接触 让外界怀疑 是不是周讯 把窦金童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诚然 今年周讯已经45岁了 不再是 蒙蒙董董的小姑娘了 但是他对爱的向往 始终是不仅当年 美好的向往 现实的骨干 让他内心矛盾 与消沉 无论外界对他的婚姻 结局猜测是否与否 周讯都要好好地 照顾好自己的心情